黄晓铭和Angela Baby在今年1月全部离婚 竟然结束了7年的童话夫妻生活 但双方依然强调未来人是家人 也时常被募集到各自陪伴孩子出游 而黄晓铭离婚后更被爆出已有新婚夜科 但谁也没想到近日他竟被拍到 魔黑进入Angela Baby的上海住处 让两人的关系再度引发关注 娱乐博主娱乐圈赵大明白之前拍到 Angela Baby从外地回到上海住处 当天晚上黄晓铭在结束和朋友的聚餐后 也搭车直奔Angela Baby居住的小区 而隔天Angela Baby则是一身休闲打扮先生大楼门口 之后便搭上跑母车离开 由于两人一直被外界认为是赢闹翻离婚 所以此次再度出现交集 也让网友疯狂讨论他们是不是复合了 惊呼这事去干嘛呀不是已经离婚了 不会给我来个世纪大复合的剧本吧 不过也有人说黄晓铭搞不好只是去看孩子 甚至有人爆料他的新欢夜可以住那个小区 到底真相是什么呢